各位玩家们在接触游戏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有些作品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不晓得是研发人员到底是吃错了什么药 怎么会做出这么奇怪的东西 又或者是在听音乐的时候 有过明明是一首旋律诡异的歌曲 但是却让你怎么忘也忘不掉的经验呢 这种好像频率对不上 却又好像有点被洗脑的感觉 其实都可以称之为电波 这一次的ACG大百科 就是要为玩家们来介绍这些奇妙作品 被称之为电波的语言由来哦 现在鱼刺文化中 管为使用的电波、读电波或是电波系等词 其实最早要追溯于1980年代 一桩发生在日本的伤害案件 由于当时的犯人宣称 自己遭到不明电波的指示 才会犯下暗行引起轩然大波 电波系一词也才这么传了开来 电波的原意指的是一个人说自己 脑袋里好像接受到谁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指示 具有幻听幻觉症状的贬义词 不过在之后的十多年间 经由各种媒体广泛使用之后 电波也逐渐转变成 中毒性很高 视听之后会让人难以忘记 或者是与一般人的感性相去甚远的意思 甚至有不少创作者 特地以电波作为主要的特色 在2000年前后诞生了大量电波系的作品 像是当时的美少女游戏 就有不少是以萌萌的动画声线 加上奇异旋律和效果音的电波歌当作主题曲 也是后来秋叶元萌系歌曲的源头喔 而近年来在手机平台上开发软体的门槛越来越低 玩家们也越来越容易接触到小规模或是独立制作 有着强烈电波风格的游戏作品喔 知道了电波的由来 下次玩家要是看见各种电波系作品 记得不要太快say no 试着调整一下脑中的天线 对上了电波频率 或许就能够享受到完全不同的乐趣喔